缅甸生变,中方斡旋失败,谈判仅十分钟破裂,联盟军违背对华诺言。 打击缅北电炸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但缅甸军政府和三兄弟联盟军的博弈才刚刚开始,中国刚成功斡旋双方进行会谈,可这谈判几乎在一开始就结束了,联盟军违背了对华承诺,声称不打赢就不罢休,缅甸局势将去向何方? 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中国近期在缅甸展开的两项行动,一是打击涉华电信诈骗,二是劝谈促和,并不矛盾对立,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见缅甸副总理时。 既强调了中缅双方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的重要性,也表达了中国希望缅甸早日实现国内和解的立场。 中国依靠尊重缅甸的主权,以劝谈和实际行动推动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中国也意识到,持续的战争对缅甸各方都没有好处。 在政治上,各方实现和谈可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符合各方的利益。 在经济上,通过与中国建设中免经济走廊,缅甸可以摆脱过去以黑色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和谈的成功对缅甸及整个亚太地区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和谈将为缅北地区的和平稳定奠定基础,目前,国改、德昂,若开三支民地五,已经实际控制了缅北和缅西的部分地区,缅甸军政府难以彻底击垮他们,通过和谈解决矛盾,可以实现停火止战,为各方带来长期稳定。 一个月过去,缅甸冲突逐渐有打击电炸,过渡到了内战阶段,在中方的斡旋下,三家兄弟联盟组织日前终于和缅甸军政府进行了会谈,这次的缅甸战事至今已经持续了近50天,这期间战火一度蔓延至中缅边境的云南。 最近的时候,两者之间相差仅仅五公里,云南境内出现了大批缅甸逃难民众。 更令人担忧的是,本轮缅甸内乱已经不再局限于缅北地区,三兄弟联盟军的行动异常迅猛,对此毫无防备的政府军在联盟军的火力下节节败退,许多据点的军人甚至不战而降, 让联盟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战略性边境城镇,关键军事阵地和重要贸易路线,直逼老街腹地。 若缅甸军政府遭遇惨败,缅甸就会迅速陷入失控状态,那么缅甸周边国家将首当其冲。 承担地区风险外溢的后果,中方一开始就对缅北局势表示了高度重视,中国公安部长王小红亲赴缅甸,同缅方就开展边境警务执法合作达成共识,随着局势的一步步升级,竟然有中国车队在缅甸遭到袭击,中方不得不亮剑示威。 11月底,解放军在中缅边境举行了军事演习,促成联盟军和政府军谈判,是中方为推进政治解决缅甸内战的努力之一,双方都愿意给中国这个面子,是对中国地位的肯定,也是对解放军力量的认可更重要的事。 这代表着,他们已经向中方许诺,愿意和平解决双方冲突,中国对此事自然是欢迎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乐见缅北冲突各方举行和谈,并取得积极成果,并承诺中方将继续为此提供支持和便利。 但谁也没想到,中方已经将台子搭好,刚登场的联盟军就反悔了,13日,联盟军对媒体表示,和军政府的会谈全场只持续了10分钟,且双方并未达成任何协议,不仅如此,联盟军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必将打败独裁军政府。 对中方帮助下进行的双方和谈,却畏之于此,如果联盟军打定主意,不愿意和军政府和谈,坚持不打赢就不罢休,完全可以不答应中方,走这么一个过场,对局势不仅毫无注意,还会浪费时间。 中国一直非常重视缅北地区的局势,中国公安部长亲自访问缅甸,与缅方达成了边境警务执法合作的共识,甚至中国的车队也遭到袭击,于是,中国决定采取行动,进行了军事演习,中国努力推进政治解决缅甸内战,促成了联盟军和缅甸军政府的会谈。 这次会谈的举行,对中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彰显了中国的地位,也对解放军力量的认可。 然而,没有人预料到联盟军竟然反悔了,他们声称会谈只持续了十分钟,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在社交媒体上宣扬他们将打败军政府并没有提及中方的斡旋和谈,这样的情况对缅甸的局势毫无帮助, 只会浪费时间。缅甸的局势不仅关乎缅甸各方的利益,也与周边国家的安全息息相关,中国车队的遭袭进一步暴露了中缅印度洋运输道路的安全问题。 因此,中国绝不允许局势进一步扩大,目前,打击缅北电炸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双方将于本月底再次举行会谈,希望联盟军能够以大局为重,为解决缅北内乱做出积极贡献。 首先,从和平的曙光来看,缅北冲突各方在中国境内举行和谈,意味着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和谈是解决冲突,恢复和平的重要途径。 各方能够坐下来谈判,就表明他们愿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对于缅甸的和平与稳定来说,无疑是一线曙光。 其次,从人民的期盼来看,缅北冲突爆发以来,民众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人们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期盼着冲突能够早日结束。 此次和谈的举行,让在缅甸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表达对和平的期盼和对和谈的支持。 再次,从我国的角色来看,作为缅北冲突各方和谈的东道主,我国在推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一直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各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内部冲突。 此次和谈的举行,体现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负责任态度和积极影响力。 此外,我国还应继续积极参与缅甸的和平进程,为缅甸的和平与稳定提供支持和帮助,我国可以在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与缅甸开展合作,帮助缅甸改善民生,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同时,我国还可以为缅甸的和平进程提供必要的援助,帮助缅甸实现民族和解、和平与发展。 总的来说,缅北冲突各方在中国境内举行和谈,给缅甸人民带来了和平的曙光,让他们看到了冲突解决的希望。 我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们期待着缅甸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缅北地区的民族武装组织三兄弟联盟在打击电炸,反抗军政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而西方媒体对中国在缅甸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产生了误解,甚至对中国与缅北民族力量的关系表示担忧。 然而,事实是,中国与缅北各民族力量并没有以非正式方式明确的联系,中国始终秉持牧林友好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尊重缅甸的主权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与缅北民族力量的接触主要是为了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以及促进两国的经济合作,这种合作关系是基于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建立的,没有任何隐秘的政治目的。 西方媒体对中国与缅北民族力量的关系的猜测和揣测只是出于他们的主观一段,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 他们往往夸大中国在缅甸问题上的影响力和地位,试图把中国描绘成干涉缅甸内政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 对于中国而言,缅甸是一个重要的邻国和合作伙伴,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国的友好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对于缅北地区的局势发展,中国也关注并采取积极的态度,以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然而,中国与缅北民族力量的接触只是基于追求合作共赢的原则,而不是为了干涉缅甸内政。 现在,缅北电炸的剿灭行动已进入尾声,但缅北的内战局势仍然复杂严峻,中国政府在调解双方冲突上的努力显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面对这一局面。 中方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中方应继续发挥其在地区内的影响力,促进双方对话,防止冲突进一步恶化,为缅甸乃至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军应该认识到和平解决冲突的重要性,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想法,寻找更加建设性的解决方式。